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應該說不是我砌的 請出門砌了 不過這個值得介紹 為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兩年大家沒有去旅行了 實在是很辛苦的 有些人來說是很辛苦的 那這一屆為什麼我會介紹 以及為什麼我會砌呢? 因為實在 現在看列目測 其實挺漂亮的 雖然看到少許積木的感覺 但是看到很漂亮 好像很精細的 但是當然 內裡其實很多乾坤的 為什麼會覺得這麼精細呢? 有原因的 這可能是他們系列裡面 比較少人注目的一個產品 事實上 都好像是 開了一隻之後 好像就沒有了 其實應該可以再出的 其實這是一個很出名的 歐洲的Burka Cruises 的郵輪 實物都是很大 很漂亮的 這隻其實看回照 我才是做過自己做過少許研究 是很刺激的 其實 為什麼很像呢? 它這麼小而已 其實一尺多一點 看到的瘦呢? 一尺多一點 但是一做到這麼仔細呢 其實它就除了積木本身是小顆之外 它用了很多的貼紙 大量的貼紙 就貼了一些窗 所以你會覺得很精細 我覺得砌積木的郵輪 其實應該很大的市場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它沒有延續 有少許難說的 好的系列 可能要經過磨鍊 你才可以 成功 又不是那麼輕易的 要多謝我的朋友仔 他很心機貼這些貼紙 貼得很好 變成就很漂亮 但是當然 其實不難貼的 因為 除了有指示書之外 就是指示書之外 其實 又有多難呢? 貼得不適合 就拔出來再次 不過當然了 你重複一次兩三次 那個膠紙就拔出來 好 船型它保持得到 加上貼紙 就是它在設計上 那個被重就輕 做得比較理想 所以整天的船是出回來的 那些人是從油輪模型的 那些油輪模型 大約八吋長 這一架就長很多 但是組裝就絕對不會複雜 看回後面了 那麼多層的建築 Suppose 應該有些泳池 如果這個位置又不是泳池 我比較不像真選 那些大油 大煙通的那些 經常都有的 這裡可能是露天命池 我猜而已 不知道 另外呢 咦 這個天線很特別 歪歪的 不知為何 嗯 應該在這裡組裝錯了 下次再製作吧 知道抱歉 應該在這裡 看它的照片就不是這樣 擺錯了 稍後再組裝好 不是這樣的天線 不好意思啊 因為不是我組裝的 一般下來的時候 可能拆開拆掉 那整間呢 主要都是貼紙先 所以就靚仔 給你們看 看看價錢 性價比 三百多元 那麼大價 那你想有多複雜呢 OK啦 對吧 即是如果消費你的時間 大概一個多小時 不過連貼紙會長一點 可能是一個半小時 三百十四塊 Number 01944 好了 有了一段時間 這個 都出了街很久 即是不是新貨 來的 不過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我自己覺得 油量是挺帥的 我看看小盒的資料 那 那 就 遇余Display久了 會不會難 嗯 你貼得好 貼呢 貼呢 就耐很多 如果大家有貼貼紙的時間 其實是普通的貼紙 類似那些 模型貼紙 就不是水貼 那麼 如果你有竅口 即是竅了一些位 其實它就慢慢 隨著空氣吸了一些塵 那麼 那個位就越來越多 塵就越來越竅 所以 所謂的秘訣就是 要組好它之後 用間尺 或者用一些硬 少少的 其實尺就最適合了 就是刮貼它 現在這架組了很久了 你看看有沒有貼 有沒有甩 我不知道 就不可笑 除非你真的黏了之後 不斷撕回來 撕回來 撕回來 就很容易會笑 這架就好像貼得不錯 所以貼紙的Quality 我又沒有 這裡就絕對跟大家說 是OK的 沒有問題的 那就不會那麼容易爛的 逐條貼 還有最重要定位置 然後慢慢才下去 就是我們叫做落筆 所以這個是 少少做砌模型貼紙的 一些很小 很普遍的技巧 不用擔心 好了 那就是 貼紙就這樣 三百多元 在價錢 這屆都 喜歡遊靈的那些 就不錯 我就覺得沒有 我又覺得 我所謂的砌砌 找一找一個朋友幫我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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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